蛋蛋地圖太厉害了 之前日本人就觉得口罩地图很强了 现在居然还出现了蛋蛋地图 每天后来见看一定要吃一颗蛋的我 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吃到蛋了 一直图空找了附近期间都没有 连网路上找都完全找不到 今天我就来实测 蛋蛋地图到底能不能让我买到蛋蛋呢 一次打开蛋蛋地图我笑了 因为我的手机界面是日文 它自动帮我翻译成蛋蛋地图 听起来很可爱 点了一家说没有买到 点了下一家看到有少量现货 我就手刀出发了 奇怪 我怎么都找不到蛋呢 超夸张的我来台湾十九年第一次遇到这种蛋荒 午餐吃了我很喜欢吃的重蟹融面 直到半颗蛋了 台北では見つからなそうなのできるね 移動 そしてすっかり夜に 一天到晚打了OK 我很热爱的城市 蛋蛋你在哪里 蛋蛋快出来 要买蛋 一天想吃吗 要买完了 来基隆还是扑空了 我只好问大海 蛋蛋在哪里 早蛋早累了就吃寿司 まずはお味噌汁 疲れた体にしみる 顺带一提 我觉得基隆门市等会装寿司 特别好吃耶 回程抱着最后的希望来到了佳乐福 什么都埋到了 就是蛋还没有埋到 卵発見 急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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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蛋 地图很赞 但是有地图没有蛋 谢谢蛋蛋地图 让我过了充实这一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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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